啊! 串本的悠希 哈哈哈哈 好! 現在呢 我從那個車站走路過來大概五分鐘的距離 就有這家 謝謝 我要去壽司了 聽說呢這家店的師傅 非常非常的厲害 超期待的 我們去接壽司 然後 流口水了 超級豐富 哇 蘇西握壽司 我在這邊呢想要讓大家 知道有一個小知識 這個握壽司的這個方向 怎麼去看 是不是擺盤的方向是對的 現在呢就是這樣 這個是面對著我 然後壽司不是這樣子放的嗎 那為什麼這樣子放呢 因為通常大家都是 右手拿筷子嘛 然後這樣子拿的時候 不就是要剛剛好 是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其實師傅他們擺盤的時候 都有一個小小的貼心 細心 蘭妮好夾 所以這樣的話是正確的擺盤方式 對 很正確 但是呢就是 有一些師傅超級貼心喔 如果我去那個壽司店 然後他剛開始這樣子上菜 然後他發現 因為我是桌蓮子 然後就這樣拿的時候 他們都會觀察說 喔原來你是桌蓮子 然後下一道那個 握壽司出來的時候 他的方向是變成這樣 喔 好貼心喔 哇喔 劉沛 他會這樣做 好開心喔 可以到你 拿入裡嗎 你叫你 你你叫你 我上次都很壯 他就 tasty 你叫妳 你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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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 我們來吃吧 所以那個是 Jutoro是 中虎嗎 中虎 中虎 哇哦 中虎 中虎 老闆請我們吃 吃飽了 那在這邊 在Kushimoto這邊呢 就是因為離海邊非常的近 所以他們當然有很多的 新鮮的海鮮 那這裡呢就是有很多 很多的壽司店 那我要建議大家要 到底要怎麼選擇 你要吃的壽司店呢 就是要選裡面的師傅 握壽司的經驗 多久 就是月久月 他的技術就是一定很厲害 所以我今天選擇了這家店 我也推薦給大家 老闆做了多久 老闆做了40年 40年 嗯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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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